那目前就是可能腦壓都太高 然後沒辦法降下來 然後醫院評估因為包括一些用藥已經到極限了 怕他身體會受損傷 所以就是昨天有過我們約說可能在星期六的時候 就是先移除一些一些藥水啊 還有一些那個呼吸管路 然後看他的狀況好不好 所以我昨天才做做一下決定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在網路上面能夠幫他加油給他吃掉 到現在都沒有心情去看 也沒有去去警局 反應我真的看不下去 大家好 我們是潘石高中三朵花 我是孟婷 他給同學載嘛 然後要去那個新竹電影所 他們可能想說那邊有那個機車的練習道 然後去那邊練習這樣 然後在路上的時候就是就不小心就發生一個車禍 到現在都沒有心情去看 也沒有去去警局去問 也沒有去看那個精神器 那目前就是可能腦壓都太高 然後沒辦法降下來 然後醫院評估因為包括一些用藥已經到極限了 怕他身體會受損傷 所以就是昨天有跟我們約說可能在星期六的時候 就是先移除一些一些藥水啊 還有一些那個呼吸管路 然後看他的狀況好不好 如果還是能夠積極維持呼吸的話 就移入到那個安寧病房 那如果症狀在好完之後到普遍病房 不過按照醫生評估可能希望不大啦 所以我昨天才做下決定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在網路上面 能夠幫他加油打氣這樣